大家好 今天说什么呢 说一个情况 我现在YouTube这个频道 后台 还有我的订阅数 什么都已经被YouTube锁定了 就是在野也涨不了了 涨不了粉了 因为后台留言呢 很多人 很多人看完我视频留言 说是留言被删了 我自己管不了 因为这个后台 也已经被YouTube做手脚了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 我可能啊 跟各位五毛一样 是不是 快阵亡了 说点心理话吧 就是临走之前吧 要阵亡之前 说点心理话 我之前做过视频 我说五毛很不容易 人家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世界观 但是另外一些人呢 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啊 一定要什么 要同化别人的世界观 那这一点我非常不赞成 马上正忙了啊 正忙 比如说心里有点感触吧 就这么长时间以来 大家只要记住 我是被一个叫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东西 消灭了 那自由民主啊 是不是 三千年前在古希腊 有一个哲学家 也是被自由民主这个东西 一人一票嘛 然后执行死刑 这个自由民主啊 其实不像你想象的 想象的那么 那么美大 他呀 其实是很邪恶的 这么看很邪恶的 特别是啊 在某一些啊 这个别有用心人的 手里边啊 一翻来覆起 一使用 他会变得更邪恶啊 所以这个世界啊 是不是 其实很邪恶的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啊 跟自由民主一挂 一站上边 好像都变得伟大了 都变得那么好了 不是的啊 其实后面很多肮脏的东西 你看就这个油管 你看看 很多人说共产党 说中国啊 把这个 这个网络控制上 是不是 整个一些小粉红 在网上 是不是 刷你一帖 然后搞你后台 你看看油管现在干的 不比人家差 技术更高 不让你涨粉 是不是 刷你留言 你们只要记住 我是被一个叫自由啊 民主的这么个东西 消灭的 空降兵嘛 也无所谓 本身空降兵 就是被什么 被大势力包围着的嘛 我呀 我不知道后面 还能不能再继续做视频了 但是如果能做啊 是不是 我还会继续做 但是我呀 是不是 有这个感觉 可能啊 时日无多 那不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啊 说点什么 说点干货 说点有用的 今天啊 先主要反映一下情况 很多人说我 这个老山留言 我从来不管理评论区 知道我老观众都知道 我从来不管理评论区 你乐意说什么说什么 因为我啊 我基本上很少看这个评论区 所以我更不会去啊 主动去删某些人的留言 说回自由民主 感想很多 回到我老的 我老观众都知道 我的主张 多样性 自由民主啊 也是多样性的一种 像你说的 极权也是一种 还有皇权的 都是这个社会制度一种 这个多种制度共存呢 是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呀 有一些中国人啊 到了美国啊 就是把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啊 想要搞得全世界都一样 这是我反对的啊 可能我反对的 我不支持的 他们认为啊 跟他们做对 他们叫消灭别人的声音 那你这样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消灭不同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何来自由 何来民主 还是我那句话吗 你用非自由 非民主的手段 去消去什么 消灭别人 然后说自己是捍卫自由民主 你首先已经没有了自由民主 你何来捍卫呢 美国啊 他们很喜欢同化别人啊 想把自己一切价值观 一切啊 制度都输出到全世界 这一点是我觉得 最不可取的啊 人类啊 人类几千年前啊 从古希腊那个被啊 被自由民主干掉的 那个哲学家开始 人类对自由民主啊 实际上 已经开始有反思了 但是少部分人 但是可悲的是 中国有一些啊 说是知识界的大V啊 学者啊 还天天在YouTube上高举着这个自由民主 高举自由民主啊 认为一切都正确了 自由民主 我经常怼的那几个 你看看 那袁腾飞不就是吗 是不是 还有这些 小松啊 是不是 韩寒的这些人 他们知道为什么高举着自由民主 因为他们知道高举了自由民主啊 就不会被什么 就不会被美国打压嘛 嗯 这么一看啊 我呀 还有一些五毛自由 这个自媒体啊 才是这个YouTube上最有良心的媒体啊 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这些自由媒体啊 自由 自由民主的美国啊 收买呀 不跟他冒玩他们那一套 那我觉得我们啊 这些自媒体是有独立见解的 你看看 这么看是不是 因为我们被打压了 嗯 甚至可能要消失啊 在这个YouTube消失了 嗯 很多人说啊 这个袁腾飞啊 是不是 什么 还有一些那些啊 自由民主那些频道的 他们 他们才是独立见解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世界啊 你很难讲啊 谁谁真正啊 是不是 捍卫这个世界的自由 你很难讲 你看刚才我举的个例子 袁腾飞在中国推行 他这个自由啊 民主 是吧 美国这一套 想把中国搞成跟美国一样 那全世界都跟美国一样了 就没有多样性了 那把袁腾飞是助纣为虐啊 是消灭了啊 全世界的什么 多样性 那正好跟这个是吧 初衷相反呢 而像我们这些 是不是 要捍卫什么 多样性的这些自媒体 捍卫这个 制度多样性的 是不是 替共产党说话的 哎 反正什么 真正捍卫了 YouTube上的多样性 真正捍卫了世界的多样性 所以你啊 有时候你用这个逻辑啊 用这个思维啊 翻来覆去 你认真思考 你会发现啊 你眼中那个世界掉个个了 像什么 像那些啊 处吹自由民主那些 那些反而是什么 邪恶的 我现在就是被自由民主打压了 被自由民主很马快 马上就要掐死了 很快就要掐死了 我自己都有 已经有一种预感了 呃 在死之前啊 我也啊 得说一句啊 是不是 反正是空降兵嘛 空降兵本来就是弱小的啊 人家空降到这了 能坚持就坚持住 坚持不住就被消灭了 就是这样 呃 说点有点感伤啊 但是啊 是不是 跟那些已经阵亡的五毛笔啊 和我啊呀 是不是 时间比他们长一些 至少啊 我这个死啊 我是说这些东西 你们能理解的 你能吸收的 是不是 宣传出去 帮我宣传出去 捍卫了 我觉得我是捍卫了人类真正的 什么 人类真正的伟大的啊 人类的未来 从过去到未来啊 如果懂这些的人 会把我这个主张 捍卫这个啊 制度多样性的主张 宣传出去 为人类做一点贡献 不要被自由民主同化 自由民主其实很可怕的 嗯 行了 到最后了 说一句 你们知道我是被自由民主干掉的 就行了 啊 我并不是被别任何其他的干掉的啊 是被自由民主干掉的 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嗯 捍卫自由民主 结果这个自由民主可以干掉他想干掉的人 然后告诉你我们是捍卫了自由 捍卫了民主 这是我觉得啊 这本世纪以来啊 最大的一句什么 没有逻辑性的语言 没有逻辑性 嗯 行了啊 嗯 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期啊 如果有啊 能继续网上传 能继续做 我会继续做 是不是 但我后台呀 已经被YouTube啊 已经被管理了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就行了 另外给各位五毛啊 嗯 打打气吧 嗯 临时啊 就录这么一个视频 也没有 也没有多想的啊 就是 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期了 所以啊 各位吧 咱们 今生有幸啊 有幸 是不是 能在YouTube上见面 然后你知道知道这个啊 另一个世界 然后我也告诉你啊 自由民主并不是那么为他 啊 他也可以什么 非常邪恶 嗯 可能回你三观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邪恶 我是被自由民主干掉的